明天9月10號也是一場中美之間的對戰 說到了就是華為跟蘋果 華為要對干蘋果 這一次拿出了旗艦機當中的旗艦機 叫做MATXT 這個非凡大師 這一次說這麼折這麼折這麼折 一次可以出三折手機 他說跟以往這種對折式的手機 因為它並不是一個長條形的螢幕 所以沒有辦法完全還原 就是我們手機拿橫平這種方式 一般如果只能還原成正方形的話 你看起來還是細條的 看得不夠過癮 所以他說這種三折手機 可以完整的還原 就變成一個平板的大小 讓你這樣全部攤開來 就看得更舒服 更有還原度 但是現在雖然說還沒有公布價格 不過有一些坊間消息說 大概是人民幣兩萬塊錢 這一台這個三折機 那非常的高價 但是還是很多人一開始就預訂了 人數迅速破萬 截至這個18號的晚上6點半 大概預約人數已經突破了228萬 那這一款產品呢 就會在9月19號的晚間 是19嗎 9月19號晚間11點59分 結束預訂 那首日那麼多人購買呢 人家講說因為要挺華為 這一次是華為要跟蘋果 秀肌肉的立作 現在蘋果還沒有出任何的 這樣的折疊手機嘛 所以在市場上面已經落後了 那Mate X7 Mate XT 這個現在目前一開賣之後呢 消費者已經瘋搶了 華為們是說 現在其實已經有展示機 到了各地的門店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去 趕緊看看那個模樣 那迫不及待想要試用一下 那這一次華為又找來華仔 擔任這個代言人 那華仔上一次 其實在非凡大師的 上一次Mate 60的系列的時候 他就已經擔任了品牌大使 不過這一次呢 他又在擔任這一次 三折疾的主要的一個代言 那最近他在開演唱會嘛 就有人發現到說 這個台下這個人怎麼那麼面熟 竟然是孟晚舟跑去聽這個 劉德華演唱會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好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看到孟晚舟 比了一個愛心 然後華仔也在上面比了一個愛心 人家講說難怪上一次找華仔當代言人 除了都有華這個字之外 原來孟晚舟也是華仔的粉絲 那對比一下 這個蘋果現在目前銷量 在中國大陸這一邊出貨的年減量 是3.1% 市占率已經掉到只剩14% 第二季現在目前手機市占率的 大陸的市場前五名是 Vivo OPPO 榮耀 華為跟小米 所以蘋果感覺上面越來越後面了 連彭博的記者都講說 現在看起來 因為蘋果的AI功能不斷的延後問世 才會導致 本來要爆發出來的換機潮 因為大家都想要等很多蘋果果粉 是在等你的AI功能 不然好像每一代看起來都差不多 那你一直往後延這一個 能夠引發換機潮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這個週期一直好像在往後推遲當中 那我們看看這個iPhone16當然也被寄予後 網院最近揮答的表現不太好 人家想說 這個9月的美股 最後的希望是蘋果 可是蘋果現在看起來好像 也沒有太高的期待性 所以很難成為一個全村的希望 所以市場上面好像普遍看淡這個蘋果的一個推出 跟這個華為對戰的話 消息好像目前消息面看起來 沒有太多新的亮點 那另一方面的話 這個馬斯克也來蹭這個黑神話悟空 最新的這個統計數據出來了 黑神話悟空現在全球銷量是1800萬份 就連這個華儀兄弟都已經打算要買下版權 要來把它改編成電影 馬斯克自己也把自己用AI生成了一個天命人的臉 然後想說這個還蠻搭的 真的有一種猴子的感覺 就是說馬斯克現在也蹭了悟空 還不只如此 其實他在歐美引爆的熱潮 你看到 不論是在X上面或在YouTube上面 你搜尋英文的黑神話悟空 你都會看到很多外國的遊戲族 他們有的是發揮創意 有的是在打黑神話悟空的破解 然後攻略甚至有的解析 那還有人是發揮創意是把這種 其他的遊戲 遊戲的這些角色 比方說麥塊 或者是地法 七龍珠 甚至最近最紅的是 影手牆尼的模組 全部都披上去了 等於說他們把它合成上去 你可以看到完全是 影手牆尼版本的這個黑神話悟空 在所有的動畫裡面出現 就反映出來歐美有多喜歡這一款產品 再來之前一直在批評 黑神話悟空的IGN 現在也轉向了 他就現在講說 這個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網友就在講說 你是反過來要來蹭流量了嗎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 亮哥怎麼看華為對戰蘋果 不 華為這個是我們行銷學這個 叫特殊立基市場 因為三者手機 而且一般估計售價應該是 兩萬人民幣左右 滿貴的 接近10萬台幣 亮哥可以買的 這個 不 我覺得 如果手機的功能有很多人 是在調整使用方式 比如說接電話 他可能改用耳機 他主要是看網路 看視頻 如果這樣買的誘因就會增加 是你使用方式 你如果常打電話 三者真的滿麻煩的 不過如果說預訂的有177萬 其實你以中國大陸那麼大的市場 有錢人還會有別的思考 現在有200多萬了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這個叫做 這個叫三者手機首發 它本身就有紀念機的性質 就好比你現在如果有2007年的iPhone 會值不少錢 我有 你有是不是 我就舉例 就這個東西可能會是一個里程碑 我覺得iPhone的問題 事實上他已經被詬病很久了 就是他每次創新都只有一點點 i15幾乎沒有任何感覺 i16他真是說會大量加入人工智能 可是坦白說 有人工智能的手機也已經一堆了 大陸的我們不講三星就有了 對不對 三星不是有一個功能是你畫個圈 那就可以用那個圈來處理 這個都是人工智能在處理你照相 我覺得iPhone給人家感覺 跟特斯拉有點像 就你的創新都只有一點點 大陸那種競爭 已經導致那種創新已經變成 內捲帶動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在 就競爭得非常激烈 然後iPhone跟特斯拉 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當老大當久了 就失去了創新的動力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比如說英特爾市場也被台積電追過 我覺得你就是當老大當太久 那就以為這個市場是你的 然後完全是靠你品牌在溢價 你賣那麼貴對不對 對 那當然你還有一些周邊的 什麼蘋果電腦等等 那個都是造成人家換東西的障礙 可是你現在碰到那麼強大的對手 我其實我並不看好特斯拉或iPhone 不過這個 這個馬斯克怎麼跑去演悟空 這個應該要檢舉到國安局 國安局不是說有人借著悟空在做宣傳 那也要這個青鳥 青鳥應該發動去抵制特斯拉 對不對 馬斯克怎麼那麼愛中國 萬一川普選上他還當官 將來我們該怎麼辦 對 聽說川普以後對於行政開支 是不是太浪費 要請他當主席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我們對他還是怕怕的 怕他也會得到權力這樣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那天看到國安局在把悟空 當作是文化入侵 說台灣要戒慎恐懼 對 事實上就是要對馬斯克要注意一下這樣 今天自由也寫一大篇 我們來問一下介老師 這個三折手機就跟大陸 這個華為每次要推出新產品之前 他整個行銷手法都非常的犀利 現在我們還沒有 現在說這個貨已經到了 有一些銷售點了 有一些我看網路上的這些 手機的玩家 他們說我拿到了 拿到了 可是後來一打開還不是 就變成大家都很想看這隻機的 這個廬山真面目 我看他昨天已經有些視頻 華為正式官方視頻出來了 有一種黑色的一種 叫一種紅色 兩個機身做的都很精緻 我細看了 不過他最重要的賣點是說 他整個的加起來三折 折起來以後1.5公分 1.5公分 所以是我們現在手機的話 可能加起來搞不好都有1公分 有的時候就1公分 所以他三折才1.5公分 事實上是相當相當的薄 因為這一類的手機其實蠻多的 其實也不是蠻多的 其實折疊手機 已經出來有一段時間了 通常人家比較有詬病 就是他比較厚一點 攜帶起來比較厚比較重 這是我看了他上面那個影片 事實上他真的是蠻薄的 當然在很多行家在講 他在內部設計的部分 非常的複雜 然後他的空間也比較小 螢幕變這麼大 不過整個打開以後 你感覺就像一個蘋果的miniPad 事實上對我們這種 手機的重度用戶來講 保護眼鏡來講的話 是很有用的 我們常常就覺得這個手機 你看手機的螢幕線 是不斷不斷擴大 我覺得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現代人每天 使用手機的時間越來越多 所以保護我們眼鏡的話 其實這個折疊機打開以後 那個比較寬大的螢幕 顯示比較大的螢幕出來 絕對是對眼鏡比較好的 不過就是說這則手機 看起來我覺得還未硬先轟動 大家還沒拿到手裡 現在已經非常轟動了 那就是等待這個9月10號 正式的問世 正式的問世 你看還沒有賣 就已經有290 229萬人 28萬人已經預訂了 可見這個華為我覺得 我常常說這個公司不但會研發 不但會製造 它的行銷手法也是一流的 它任何一個產品 還沒出來的時候 真的已經吵得全世界 大家都好像很想等這個產品 看到它如山正面目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品 現在已經可以說是熱銷 當然相對的就 就是正好9月10號那天很熱鬧 除了美國總統候選人辯論之外 還有就是華為跟蘋果的iPhone16 對 對決 iPhone的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你再變 你能像一個單層手機變成三者手機 這個中間的所謂升級感 跟那個好創新感就差了很多 我是覺得像大陸這個 這個手機可能說 差不多2萬塊錢基本款 上下 蠻高價的 可是問題它就專攻 那些比較高價的市場 有些人真的就是說 他覺得為了自己眼睛的健康 身分的代表 他就會用這支機 這支機如果大賣的話 我想對於整個華為 整個重回手機市場 又是一個開門紅 那我覺得在把中國市場 都打下來以後 那麼周邊的市場 再逐漸把這個產品往外升 你可以看到一個 這個曾經被美國打垮的 一個華為手機 這個天王產品 現在慢慢有回到江湖了 好 來請教將軍 這個華為的三者的手機 這個不便宜 一個就是2萬塊人民幣 將近10萬塊台幣 不便宜 但是它這一個它推出來 我認為它有三大優勢 產生它這個預購槽 有超過200萬的訂購 那這樣子我認為 第一個它新興感夠 因為全世界的第一個 三折手機就是這一個 其他都還沒有 頂多是平板手機 跟這個折疊雙折的手機 就沒有三折了 它來個三折 然後新興感夠 而且三折之後 它的厚度還不厚 那這樣大家攜帶還滿方便的 那這個螢幕夠大 攜帶又方便 我認為這一個它的新鮮感的 這個新鮮感的質感就出來了 那第二個優勢我認為 是市場的效益 因為大家喜歡趕時髦 這個新的手機出來了 總是想要先賭為快 先買為快 會有這個狀況 現在手機也代表一個身分 我們想像車子 車子是代步的交通工具 但有的人為什麼要 買那麼高檔的車子 它只是個交通工具 沒有 這代表身分 現在手機也變成代表身分了 因為經常陪伴自己在自己身邊的 不是車子 是手機 因為手不離機 機不離手 那就代表身分了 你有什麼手機 大家會看 你有手機是不一樣的 新款的 這顏色很炫 紫光的顏色 會變成這個 我認為這個已經不是它的功能 是光只是看這些 看一些影片 或者是一些手遊 或者是打電話 不是光是這些了 也代表身分的另外一個表徵 第三個我認為是在地的優勢 因為在地的優勢 它的市場的消費潛力要夠大 那中國大陸14億人口 只要100個人 有一個人買這個手機就好了 就是1% 1%就有1400萬的預購潮 1400萬是不得了 現在才200多萬 換計畫說市場的潛力夠大 那時候就不一樣了 只要100個 那現在是10個人 假如一個人買 那就要有1億4千萬的 三折手機 華為的手機市場 1億4千萬 這個絕對是讓華為供不應求 你怎麼生產 你沒辦法生產 一下生產1億4千萬支的 市場潛力夠大 所以它有三大優勢 現在還有一個 華為也有精算 現在剛好趕上2025年的換機槽 現在大家要換手機 因為一個手機 大概5年 6年大家就要換 平均 有人1 2年就換 但有人用10年 大概5年到6年就要換 換機槽到了 是2025年 趕快在換機槽前面 先搶先公過 結果跟iPhone 蘋果一起 因為為什麼 因為要同步發表 如果沒有同步發表 對方會截足先燈 市場的這方面又會贊成 稍微劇烈勢了 所以同步發表 大家都不要截足先燈 所以我認為華為三折手機 它有精打細算 才會造成現在的 這種搶購的預購潮就出來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 參加